请坐 请坐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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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相信 丰收教会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Amen Amen 希望大家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神的爱 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场面 看到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 多少人相信神的爱要常常要触摸你的 Amen Amen 好 今天的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继续看 这一次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就是祷告的心 跟我说 我需要有一个祷告的心 这是我讲的第二篇 那前两个星期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听的话 你们可以继续的听 我相信一件事情 神要在教会里面 再一次呼唤我们 我们祷告的心要恢复过来 多少人你需要的祷告的心 再次恢复过来 我特别这四十天进食祷告 对不对 我要祷告说这四十天进食祷告不是一个仪式 乃是能够让你的心恢复恢复那个祷告的热忱 我正在祷告 就是说神啊 让丰收教会 弟兄姐妹再一次经历到那种祷告的热忱 我们要看见这一个的热忱 临到丰收教会每个人身上 阿们 所以上个星期的时候 上两个星期的时候 我们讲到 我们在天上的 很小声 来一二三 我们在天上的福 弟兄姐妹 多少相信 福是很爱我们的 当我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神 神的爱 常常触摸我的心 多少人知道说 福是这条路 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但是不是叫你乱乱找爱 多少人知道说 人很有限 唯有吗 阿爸天父 祂的心是非常宽阔的 你来到祂的面前 祂要把爱给你 我发现这个时代里面 我要鼓励你们 如果你们有忧郁的问题 这个时代里面充满着压力 很多人会觉得 看医生的人数越来越多 有没有 我发现一样的事情 能够使人痊愈 不是靠药物 同不同意 我发现神的爱 是我们医治的来源 我再讲一次 是什么 跟我说神的爱 再来一次 神的爱 弟兄姐妹 当你开始相信的时候 你开始用主导文开始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当你在呼求的时候 我要相信这医治的能力 要领到你的身上 可能今天你说 牧师 我有忧郁的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天父的爱能够医治你 一个忧郁的人 内心里面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渴望一个爱 当爱一进到里面 多少人相信 爱能够带来医治 所以当赤康牧师会来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呢 真的 尽量的带你的朋友来 我相信那场聚会的里面 神要带下极大的医治 Amen 所以今天的时候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呢 就是祷告 今天第二点呢 就是神的国降临 跟我说神的国要降临 所以每次我们祷告主导文 不要只是祷告来背 你一定要明白 这个整个祷告的观念 跟它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释放你的信心在当中 Amen 所以好不好呢 今天我们再用主导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9到13节 可以的话呢 把它背起来 多少人相信 祷告是有能力的 不要带这个背的心 带这个祷告的心 说神啊 这里的祷告 每一个字 我要祷告 发生在我的身上 准备好了没有 哎呦 我说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了多少人相信 天父在听你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祷告 一二三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然后派讲将荣耀归给耶稣 我再一次鼓励弟兄姐妹 用主导文祷告 跟我说我要用主导文祷告 我相信神的灵感动 我再一次用主导文祷告 一定有它的意义 神要借着主导文改变我们的心 Amen 所以我要鼓励你 恢复这一个的祷告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第一 上两个星期 我们讲了 我们在天上的父 今天我们要祷告一样的事情 就是到底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 愿你的国降临 到底这一个的概念是什么 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 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没有神的国的概念的话 换一句话说 你信了耶稣 你把神的国当成 神的国就是以后 信了耶稣上天堂 是以后的事情 多少人知道说 神的国不是上天堂而已 如果你的概念 神的国只是上天 好像以前我 信了主 只要有passport 我可以上天堂感谢主 在地上做什么 没有什么 信耶稣就是等什么 等上天堂 请问你的生命人生 是不是等上天堂而已 不是 所以今天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概念 我们要重新去思考 到底神的国 为什么耶稣要教导我们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这样子说 愿你的国 什么 降临啊 而且呢 耶稣鼓励祂的门徒 鼓励所有相信祂的儿女们 常常宣告 愿你的国 降在这个地上 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 从 创世纪 你一直读到 启示录 总结起来 有两个主题 最重要的 两个主题 第一个 跟我说救恩 第二个 跟我说神的国 所以整本圣经里面 你会从创世纪 神已经把神的国的理念 放在创世纪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启示录 祂的国 真实地降在地上 Amen 所以今天的时候 我们要透过 这一个整个过程 来了解 什么是神的国 所以首先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当我们说一个国家 它一定有三个元素 一个国家怎么形成呢 三个元素 第一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领土 跟我说领土 你没有国土 你怎么称为国呢 对不对 第二 一个国家呢 它一定要有主权 跟我说主权 这个就是呢 马来西亚 我们要选举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选举 全世界所有的政党 都在看中一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 跟我说主权 每一个人都在 争取作王 对吗 他们要争的就是 那个地位 跟那一个的权柄 一个国家非常需要这个 第三 一个国家的主成 一定要有什么 跟我说国民 Amen 所以当我们说 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领土 和国民是谁呢 第一 他的领土在哪里呢 宇宙天地万物 是他的领土 Amen 第二 神的国度 最高的主权是谁 三位一体 圣神 跟我说圣父 圣子 圣灵 再来一次 圣父 圣子 这个是上帝国度里面 最高的权柄 所以当我们说 神啊 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正在宣告一件事情 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耶稣基督 要掌权 Amen 跟我说 耶稣要掌权 上帝的国度里面 什么呢 有国民 谁是他的百姓 摇摇你手一下 有一些人还不懂他的身份 我说 谁是上帝国度里面的 百姓的 Amen 多少人成为上帝的百姓 感觉到非常感恩的 拍手叫荣耀归给耶稣 Amen 我发现我们全世界都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一个呢 好的领袖 一个国家如果有好的王 百姓是不是非常的喜乐 多少人知道呢 人都是人 你不要把期待放在一个期待 一个好领袖 多少人知道说 人都有软弱的 多少人知道说 耶稣成为我们的领袖 那是永永远远的 真实的事情 他要成为我们的王 Amen 当耶稣 他成为我们的王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这些百姓 多么的幸福吗 我们这些的罪人 竟然被这位王选中 然后他邀请你 说你成为我的百姓 哇 我在想这位王给我们这么尊荣 让他我们能够尽到的国度里面 这是何等大的荣幸 可以说Amen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 是否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停在这里呢 不是这样 我们一起来看 当我们说 神的国降临 到底是什么意思 目的是什么 这非常的重要 弟兄姐妹们要注意的听 当我们说 神你的国降临 我们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神统治的领域 跟我说神统治的领域 每当我们在祷告 我说神啊 你的国降临 你在呼唤谁 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你在呼吁他什么呢 你在这个地方统治 Amen 第二点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神掌权的范围 跟我说神掌权的范围 所以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是不断的 让神在掌权 对不对啊 到底是人在掌权 还是神在掌权 所以我们的使命 就是看到 神啊 你在这个马来西亚掌权 可以说Amen吗 你在我的心里面掌权 可以说Amen吗 你在我的家里面掌权 可以说Amen吗 你在我的公司里面掌权 可以说Amen吗 你在我的学校里面掌权 可以说Amen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一个祷告很有能力 当基督徒开始呼求 说神啊 你掌权在这个地方 当耶稣掌权 多少人开始相信 放罪率越来越少 不公义的事越来越少 学校放罪的问题 会越来越少 公司里面 这些不好的文化 越来越少 没有人相信 你知道基督徒们 我们这一个的祷告 是那么的有权柄跟能力 所以为什么 你需要再次认识 神国的理念 是那么重要 所以神的国 就是神掌权的范围 也就是说 当你祷告 神啊 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的旨意 跟我说神的旨意 基督的生命 圣灵的工作 通畅无主 行在我们中间 Amen 当我们开始宣告的时候 神的旨意呢 祂要让我们知道 祂掌权 祂要做的 祂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要领到我们当中 什么是地方 当神掌权的时候 你会看见 神的旨意成就 你会看见 耶稣基督的生命 彰显出来 你会看见 圣灵大能的工作 充满在那个地方 弟兄姐妹 你的家需要看到 圣灵更大的动工吗 你的职场需要看到 圣灵更大的动工吗 我们来宣告什么 愿什么 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这一个祷告的权柄 需要在教会里面 重新再被恢复过来 我今天在讲这篇道的时候 我里面有个 燃烧两个的负担 我第一个负担 今天我要为那些 在职场做工的人 我要为你们祷告 因为我相信今天 神要把祂的国的理念 重新降临在你的身上 不要为了经利益 或者只是工作 为了生活而做 上帝创造你 不是只是为了利益 工作而做 祂要把使命赐给我们 第二种的人 我要为祷告的是 在学校读书的年轻人 神的国要透过你们 扩展在校园里面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 当我们做神的国降临的时候 凡是真正顺服神的权柄 跟我说顺服神的权柄 顺服神的旨意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上帝的百姓 Amen 所以当我们祷告 神啊 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也为我们祷告 说神啊 让我这个人 顺服上帝的权柄 神有一个想法 祂有一个梦想 从开始到末了 祂都在期待祂的百姓 有一天 成为一个 完全顺服的人 多少人承认 我们是很不顺服的人 所以上帝的手 一直在挑我们什么 不顺服这三个字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什么问题 不顺服咯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地 为我们自己祷告 这就是对上帝的主权 接受和顺服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 那一个时刻 你不是接受一位救主 我相信耶稣能够上天堂 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 你在接受神是我的主 我接受祂的主权 我愿意顺服祂 Amen 什么时候基督徒呢 开始顺服跟接受 神的国就降临在那个地方 可以说Amen吗 所以怎样看到神的国降临 哈喽 怎样看到神的国降临 很好 那有一句话非常好 他说什么 跟我说 神说话 人听话 来来来再讲一次 神说话 人 再来一次 神说话 人听话 当这个关系搞对的时候 上帝的国就要降临 很简单对不对 告诉你旁边说 神说话 人要听话 那问题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问题简单吗 简单 但是魔鬼真的很害怕 神说话 你听话 所以魔鬼千方百计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不要听神的话 听鬼的话 所以很多 我常常看 很多忧郁的人 我常常鼓励他 但是很多的时候 他选择的是什么 很消极情绪的话 他接受这句话 但是很难接受神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一件事情 神他说话的神 我相信这一段的时间里面 教会一直在说 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引导 圣灵是怎样引导 他会说话的 但是多少人知道说 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 跟我说我要学会听话 但是魔鬼呢 常常在你身边 有的时候一直说 听什么啦 不要听啦 怎么用 什么主导文祷告 没有用的啦 你以前不是祷告过吗 还有用吗 多少人知道说 魔鬼用很多的话 来代替神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真的看见 神的国真的要降临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学习 神你讲话 我一定要听话 可以说阿们吗 如果今天你阿们 你的问题就减一棒了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阿们 你今天问题就减一棒了 阿们 让我们看一下 如何看见神的国能够降临呢 我觉得这一个观念太重要了 所以我要把它重读一下 怎样看到神的国降临呢 跟我一起说 主耶稣掌权 主耶稣做王 主耶稣得荣耀 来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主耶稣掌权 主耶稣做王 主耶稣得荣耀 如果你要看到 上帝的国降在你的家 降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降在校园里面 你的祷告就是 耶稣你来做王 耶稣你来掌权 耶稣你要得到荣耀 可以说阿们吗 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的问题就是 人要掌权 人要做王 人要得荣耀 是不是啊 我们的问题都是在这里 我自己要掌权 我自己要做决定 我自己要高举自己 所以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弟兄姐妹 解决关键性的问题呢 就是从人的身上转向耶稣 你不要再靠自己掌权 你说神啊 我放弃 我愿意让你来做王 让你掌权 让你得荣耀 多少人知道 这一个的意念 就是把从人的庄祝点 转向耶稣基督 Amen 问题很简单 就是人 他自己要掌权 人要做王 所以很多的问题你放不下 为什么 你一定要抓 因为我要掌权 我要讲话 你不让神来讲话 你这个问题里面没有尊荣 让你的话成为最终的决定 对不对啊 弟兄姐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跟我说我要看见神的国降临 所以无论你在你经济上 事业上 你说神啊 我很大的压力啊 神啊 我要怎么办啊 简单 就是让耶稣掌权 耶稣 我让你做王 耶稣 让你的荣耀 当你什么时候 你转向耶稣的时候 你发现你心中的压力 怎样 慢慢慢慢地消失 Amen 今天晚上 还没有离开之前多少人相信 你的压力 忧虑 要完全地消失 从人的身上 转向 跟我说转向耶稣基督 再来是转向谁 转向谁 所以整个教会的中心 就是呼求耶稣的荣耀 耶稣要掌权 Amen 所以刚才这首诗歌 我非常喜欢 谁能够帮助我们呢 耶稣基督 Amen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高举 耶稣的名字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祷告 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来一次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十节 我们再宣告一遍 好吗 一二三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上个两个星期 我已经分享 祷告 就是 什么呢 借着祷告 改变我们的心 符合神的心意 让上帝的旨意 透过我们 能够执行出来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看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我们来看一下 神的国 怎样降临在地上 第一 我们来看一下 神的国的起源 到底上帝的国的起源是什么 他开始 他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从创世纪 第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看看 上帝的国 一开始的时候 这位王 他创造了整个的世界 然后他说了这句话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来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 造人 使他们 再来一次 使他们 使他们 使他们管理 管理什么 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这位王 给人 有管理的权柄 Amen 那时候亚当 就领受了 从神那里的 管理全地的权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来看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 一二三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造他的形象 造男 所以在这个国的里面 这位王 赐给人 有一个什么 跟我说 神的形象 哇 那个时候的人 是按照上帝 那柔美的形象 创造出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你不是猴子变 你希望自己是按照猴子的样式 造出来的吗 你知道人如此的尊贵 是因为人是按照 这位上帝的形象 造出来的 所以不要容许人告诉你说 你是没有用的 你是不美的 你是不帅的 谁说 在神的眼中 你是最完美的 在神的眼中 你是宝贝来的 派奖家荣耀归给神 阿们 神给人的形象 是最完美的 接下来他说什么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偏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 要行的活物 神给人使命 跟我说 神给人使命 当神创造这个国的时候 祂给人权柄 祂给人有神的形象 祂给人什么 使命 所以在天堂 千万不要以为说 没有事情做 天使在那边 哇 每天在那边躺 然后水果 加在你的嘴巴里面 每天在那边吃 这就是天堂 亚当的生活是这样吗 是的话有点险 没有 当时候的亚当 多么快乐 他第一个很快乐是什么 每天能够与神沟通 神就在他当中 Amen 第二他非常的忙 因为他要管理海里的 对于天上 神上帝所创造 然后亚当有使命 怎样看到这一个生物 哇 不断的繁殖 这个生命 这一种的荣耀 要偏满全地 他有一个使命 Amen 但是曾几何时 当魔鬼来诱惑人的时候 人放了罪 跟我说人放了罪 你知道当人一放罪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吗 第一 他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 从此以后 人的心里面非常的孤单 因为他最重要的那一位神 好像远离了 当人放了罪 就是人与神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亚当失去了当初 与神亲近那种的喜乐 当这一个罪进来的时候 人失去了管理权 跟我说人失去了管理权 人失去了这个智慧 管理权被恶者剁去 人好像没有用了 第三 人失去了自我形象 跟我说失去了自我形象 所以到今天 人一直在找我是谁 为什么我是这样的 很多人为了自我形象 为了让人的 父母可以看得起我们 或者朋友看得起我们 我们常常要买一些 很昂贵的东西 希望赚更多的钱 为了什么 让别人看中我们 所以人一直在外债里面 一直在不断累积他的财富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让别人看得起我 抗中我 多少人知道说 在耶稣基督里 今天神要恢复你一个的形象 你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恢复你的形象 只要今天你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上帝要恢复 创造你荣耀的形象 可以说阿们吗 上帝荣耀的形象要降临 但是罪 使人 失去了 神的形象 从此以后 人一直在找 接下来 什么问题呢 当 犯罪的时候呢 人 失去 活在地上的使命 他忘记了 我活在地上干嘛呢 我活在地上干嘛呢 我活在地上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很多忧郁的人 很痛苦 他很多钱 他很出名 但是他一直觉得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他失去了 活在地上的使命 请问上帝失败吗 弟兄姐妹 上帝有没有失败 我们的神没有失败 Amen 虽然当人 犯罪了过后 神 他在他心中里面 他的国 要降临这件事情 神永远不改变 跟我说 神没有放弃 他不断地工作 就是有一天 要再一次 恢复一段缘 那时候 那荣耀的情形 降在人间 可以说Amen吗 所以我们从 这一节里面 我们直接跳到 路加福音第17章 从旧月 我们直接跳到 新月里面 我们看一下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怎样形容 这些神的国 我们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第17章 20到21节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123 耶稣 回答法利赛人 对不起 来123 法利赛人问 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 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哪 在这里 看哪 在哪里 因为 再来一次 我后面很重要 123 因为 神的国 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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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我们的心 你知道吗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一些法利赛人 一直在问 神你的国 几时 实际的领导 耶稣没有回答什么 耶稣要回答说 今天 神的国 就在 我们的心里面 神要再一次 使整个人类 恢复过来 他首先 他从心里面 开始做 所以这句话 很重要 来 我们一起读 你们的心 是受神统治的吗 那么 神的国 就在 你们的 跟我说 我的心 是不是 耶稣掌权 如果是 耶稣掌权 神的国 就在 我们里面 可以说 阿们吗 所以神要开始 大量 很大量的工作 在全地里面 所以他说 神的国 就在 我们心里面 所以多少人知道 说你的心很重要 今天晚上 神在 一次 你的心里面 做掌权的工作 如果你觉得 我的心里面 有许多的罪恶 今天耶稣的宝血 要洗尽你的罪 只要你 认罪在 祂的面前 承认 耶稣是你的救主 耶稣 要使你 再次复活过来 你要成为 上帝的儿女 阿们 感谢主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保罗这里在讲什么 对保罗来说 上帝的国 这一个国是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读一遍好吗 一二三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跟我说 乃在乎全能 上帝的国 不是只是在那边 讲而已 说话而已 言语而已 当时候呢 他们正在为这件事情 言语啦 变来变去 保罗说 上帝的国 不在乎言语 乃是在乎 上帝的全能 要领导 Amen 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二十八节 我们看到 耶稣的版样 我们来看看 耶稣 他们怎样 形容耶稣 第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说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教训 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 多少人相信 我们上帝的儿女 是充满权柄的 跟我一起说 我有权柄 我有属灵的权柄 我非常相信 当我们说 神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 上帝国的能力 要透过他的儿女们 显明出来 多少人相信 神的国要降临在 我们的职场上 有一次的时候 有个牧师讲 这个见证非常好 他讲到一个 祝福的文化 跟论断的文化 他说有一次的时候 在一个基督徒 他们在一个工作的场上 这些基督徒呢 在这个职场里面 工作也久了 但是他们有一个文化 这个文化是什么 论断 就是很会批评 他的老板 哇 一来的时候呢 大家就开一个会议 讲老板不是啦 老板没有用啦 老板偏心啦 薪水这个那个 哇 complain到很多东西 只要你一在那边 连那个基督徒 原本来教会听的 也参与说了 哦 他们讲这个论断 他也参与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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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板啊 真的真的真的 又这样又那样 哇 整个公司里面 不是讲老板啊 等一下又讲老板娘啊 等一下又讲这个 整个的公司里面 都是批评论断 有没有到这样的地方啊 最可怕的就是 基督徒带头讲 如果你的老板 是非信徒的话 你突然间说 牧师 不是 老板 我邀请你来 我们中秋节不到 耶稣很爱你 你老板讲神经病 在背后你讲 我就会我不懂 对吗 所以这个基督徒 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他突然间 圣灵光照他说 你为什么在职场里面 论断到这样的话语 从今天开始 你要说祝福的话 虽然全世界都不认同你 但你要把祝福的文化 全并带进这个公司 你要开始在公司里面 祝福你的老板 祝福他的事业 祝福他的家庭 哇 这个基督徒就说 好 神我愿意顺服 他就在公司里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祝福 神啊 我祝福老板 我祝福这个生意 我祝福他这一切 他的朋友们 从旁边就觉得 很奇怪 这个基督徒 以前参与我们 讲得很兴奋 现在好像没话讲了 因为他要学习 祝福他 多少人知道说 这一个的文化 从一个人开始 要不断地改变 整个的气氛 可以说阿们吗 多少座职产的弟兄姐妹 你说今天 我要祝福我做工的地方 摇摇你的手 我再讲一次 上帝的国 不是在嘴巴讲话 是在乎什么 刚才讲这什么 在乎什么 跟我说上帝的全能 弟兄姐妹 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全能 上帝给你国的能力 祝福你的公司 多少人相信你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在你的公司里面 开始点了一个灯 有一天 当你的老板 你邀请你的老板 说来中秋节步道 多少个如果老板 听见你这个祝福祷告 他应该会跟你一起来 要摇你的手 阿们 我们要看见 这个的见证 发生在丰收教会的里面 我们要看见 丰收教会的成员们 开始在职场里面 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而不是参与他们 一直在论断 我们需要祝福这个公司 我们需要举起我们的手 为他们来祷告 可以说阿们吗 弟兄姐妹 我非常相信 在今年里面的时候 当神的能力 降临在你的身上 你说圣灵啊 圣灵啊 我要靠你行事的时候 圣灵要透过你 祝福这个公司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第十四章 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宣读这句话 一二三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呢 上帝的国不是 讲什么东西可以吃 不可以吃 这些东西 不要为这些东西争论 上帝的国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并 圣灵的喜乐 多少人希望 特别是组长 我要对组长说 你希望看到 你的小组里面 有神的公义领导 神的和睦领导 圣灵的喜乐 降在你的小组里面 多少的组长们期待 你要开始祷告 说神啊 我的小组目前 来的人 只是 哎呀 4P完了过后就回家 神啊 我不满足 因为你说 神的国降临 神的国降临的地方 耶稣 掌权的地方 就有公义 和平 圣灵的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的福事 是否带来公义 什么是公义 跟神的关系 对了就是义 我们所做的 有没有帮助人 跟神的关系 对了 Amen 我们所做的福事 有没有帮助人 更加和睦 我们所做的福事 有没有带来的是 圣灵的喜乐 Amen 如果没有 我们要宣告 神你的国要降临 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可以说Amen吗 我们要祷告说 神啊 这一句话要 要发生在我们的党中 我们请Mu Cetion上来 这一个月 我在做一个祷告 我说神啊 我好久没有传福音了 我不懂 我觉得不对劲 我整个月好像没有讲过 一个福音的见证 给一个非信徒 我 我不满足 我说神啊 我在祷告 我说给我一个灵魂 给我一个灵魂 给我一个灵魂 有一天 有一个弟兄 我知道今天 这位弟兄也在我们当中 他就来找我 原来他是有一些堵的问题 他非常的痛苦 当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们就在office里面 我跟他 一坐下来 我心里面说 神啊 感谢你 我有机会传福音了 当我开始说的时候 我真的期待 上帝的国 降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 因为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解决 太久了 他寻找很多的方式 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当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 我们一谈论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耶稣是谁 当我一开始告诉的时候 弟兄姐妹 第一样的事情发生 上帝的公义 显明在我们当中 他开始告诉我 这一个的罪 本来有一个影 在他里面的 祷告过后 他会发现 诶 重当脱落了 过后我问他 他说 我开始呢 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了 因为上帝的义 在他里面 开始发生出来 公义显明出来 什么地方有公义 什么地方罪就要离开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基督徒们 福音的大能 就是把一个罪人 本来他很喜欢这个罪的 被这个罪捆绑的 当上帝的义 临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就从这个问题里面 转出来 他说 我不要再动这个东西了 可以说阿们吗 当他跟神的关系 但他认罪 说神啊 我是个罪人 他跟神的关系 一恢复 和睦就来 和平就临到他的身上 他跟神和好 可以说阿们吗 接下来 他感受到一股 从来没有的平安 临到他的身上 他今天在我们的当中 他已经连续两个礼拜 不断地来 不断地来 我也带着他们 就是开始101 不断跟他上课 他要学习祷告 我一完了过后 他自己说 我要学习祷告 阿们 我们派讲 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们 今天在校园里面 很多地方是没有公义的 没有和平 人充满了 没有喜乐 压力 在校园里面 很多的学生们 充满着许多的 破坏的关系 跟他父母 关系非常糟糕 他们生命里面 充满着破碎 今天多少人相信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乃在乎公义 和平跟圣灵的喜乐 我要宣告 这一般的孩子们 当他们进入到 校园的时候 他能够把上帝的 人与神和睦 带进整个校园里面 这些学生要得到医治 可以说阿们吗 在职场 在你的公司里面 是否有上帝的公义 和平和圣灵的喜乐 如果没有 宣告神的国降临 神要透过你 把神的公义 和平 带进整个教会 带进整个的 你的职场里面 带进你整个家的里面 可以说阿们吗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的国降临 是不是很有能力 太有能力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说 神要恢复你 在职场 在学校的使命 今天晚上你开始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上帝的使命 要差一次 可以给你看见 我为什么把你 放在这个工作岗位 你不要一直埋怨 说神啊 没有家心 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 不要一直埋怨 开始祝福吧 Amen 开始转化 开始祝福 说神啊 你的国要降临 学生们 不要一直埋怨 我的老师不好 校长不好 环境不好 什么都不好 周围我旁边的 小丸也不好 小林也不好 因为他就是喜欢别人 不喜欢我 祝福吧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三点 当上帝的国 领到一个人的心里面 神透过使徒形状里面 神的国 透过教会 不断地扩展 可以说Amen吗 教会 小组存在的目的 如果没有一个心 自说神啊 扩展你的国度 这个小组 这个教会 没有什么意义 Amen 所以在五旬节 那一个时间 差不多公元33年 门徒们受到 圣灵降临的时候 也就是教会 被诞生出来的日子 神的心意 就是要看到 这一个国 福音 怎样透过 人 把这个福音传完呢 他透过建立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形状 第一章 第八节 非常重要的经文 也就是这个经文 要临到所有的儿女们的身上 这是我们的使命 来 一二三 一起读 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把降在你们 改去我们的身上 好吗 我们再次宣告 但圣灵降在我们身上 祂的工作是什么呢 来 一二三 我们就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阿们 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个图画 当在使徒形状 第一章 第八节 这句话 一降临的时候 我们看见 圣灵的工作 非常大的扩展 从哪里 耶路撒冷 犹大 撒玛利亚 这个影响力 不断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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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透过建立教会 他透过逼迫 让人分散 到处去建立什么 教会 Amen 今天你和我 能够坐在这里 因为有一个牧师 我牧师 领受这个使命说 我要在 这个是古来的 建立教会 当教会一荡身 这里坐满了人 但是弟兄姐妹 你和我 只是坐在 这个思维墙的里面 你满足吗 神的心意说 要扩展 所以弟兄姐妹 这40天的进士祷告 大家下载了吗 就是有下载 这个的 40天祷告 有没有 我祷告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让这40天的祷告 就是我们 不断思考 怎样扩展上帝的果 可以说Amen吗 今年的主题 非常好 叫做什么 紧迫的时刻 当你看到 这个四个字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上 好像很重要 好像那个时间 越来越紧迫 到底什么事情 要发生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时候 我大致上 用这一个的 路加福音 跟大家来讲解 所以你在这40天的时候 你好好的用 这一个的小车子 不断地祷告 可以说Amen吗 当然了 40天是什么祷告 跟我说 进士祷告 40天不是减肥祷告 很多人40天 说Hallelujah 进士一餐 又是减肥的时候 跟我说 进士祷告 不是减肥 进士祷告 如果你没有祷告 你只有进士 没有意义的 Amen 进士祷告 就是这一段时间 我进士 我要用那一个 吃饭的时间 我来灵修 我来祷告 那就有意义了 可以说Amen吗 千万不要 每一年这样 感谢主 我进士40天 瘦了三公斤 五公斤 Hallelujah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除非你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好好的祷告 Amen 我们来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14章 第16到24节 来我们赶快地读 好 1 2 3 耶稣对他说 有一个人大板 Yes 请了许多的客人 第17节 到了做戏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 说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 停在这里 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这40天的 进士祷告 主要的经文 会记载在 路加福音第14章 16到24节 这个你说到 在这末后的时代的时候 这位王 请了一个很大的宴席 邀请人来 进来 来吃喝 但是 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第18节 我们一起来读 众人一口同心地 推迟了 跟我说 推迟了 在这里呢 这是四天年 要祷告的 是说很多人 上帝的宴席 预备好了 他要把福音 拯救很多的人 但是这个 很多时代的人 会做什么 一口推迟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开始 为他们祷告 可能他们 一次再推 一次再推 可能你为 你的学校的朋友 祷告 你把福音 带给他 他再推 可能职场的朋友 说我不信 不要灰心 这位的王 他邀请这么多人 他慈禅也被推迟 那接下来 什么事情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我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吃了 第19节 又有一个说 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吃了 又一个说 我采取了旗 我不能去 许许多人 有许多的借口 不想来 21节 让我们一起来读 来一二三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家族就动怒了 就对仆人说 快去 到了城里 大街小巷 领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家园的 且退 这位主人 尽他所能的邀请人 这些人拒绝在拒绝 跟我说 家族动怒了 他真的生气 但是在最后时刻 他还是对仆人说 快出去 跟我说 我是神的仆人 再来一次 谁是神的仆人的 摇摇你的手 谁是神的仆人的 谁是上帝 校园的仆人的 摇摇你的手 好吗 我们都是仆人 主人吩咐 我们做什么 弟兄姐妹 这位主人 吩咐我们做什么 快出去 跟我说 我要出去 再来一次 我要出去 所以大使命里面 告诉我们 就去 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 你不要一直在 待在你的一个圈圈里面 你要出去 我们来继续读下去 第二十二节 来 仆人的 仆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已经办了 跟我说 还有空桌 他说 还有空的地方 主人心里很着急 这个是最后的时刻了 It's end time 最后的时刻 我必须 尽我所能 把这些灵魂 带进来 但是说 还有空位 二十三节 是对所有的人说 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的经文 来 一二三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 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神的怜悯 在末后时代 一波又一波的领导 但是我希望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见 主人好像再次 对我们说 你要出去 你真的要出去 把这些人 勉强他们进来 坐满他 多少人了解 父的心意 我们要把更多人 带进来 所以我非常相信 无人在校园 在职场 神的灵 要搅光在我们身上 可以说阿妹吗 今天的时候 好吧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向神来唱 我的生命献给你 弟兄姐妹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回应神的呼召 今天你说 神啊 你的国要降临 我就在这里 多少人说 神使用我的 摇摇你的手 好吗 然后我们再唱一遍 可以站前 我们再唱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这首歌告诉我们说 主啊 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 我愿意完全顺服 相复在你面前 向神来说 神明给最爱的耶稣 完全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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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孙不如 完全相复你 因祢恩免 是我的一世佛名 与祢全都没有坏意 明显给祢 北极释迦跟随祢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喜乐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写给你 每次使祂跟随你 愿你的荣耀 展现在我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你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你 信任你跟随你 赐给我 属于你的梦想 带下你的国度 带着你 国度在天上 赐给我 呼求她 废望向你的力 路影真识 所带下你的情剩余 杀捍我 我奔跑不绝的力量 不应再次向他逃向 我先要呼召第一番的人 你是个学生 你还在读书 我非常相信今天神的话语要领到你的身上 要领到你的校园的里面 他正在寻找一般的学生 能够看见有一个心说 父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学校 我们要看见这个学校里面 原本是许多不好的文化 有不好的许多的事情 但是因为有一个的基督徒说 神我顺服 我愿意为学校祷告 我愿意祝福我的老师 我愿意祝福我的校长 我祝福我的朋友 多少人 学生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 你是读书的 你愿意的请你手举起来 我看到你的手 把你手举起来高一点好吗 你很认真的举起你的手来 好不好做父母们的 弟兄姐妹好不好 为这一般的学生祷告 我们开口为他们祷告好吗 说神啊 让你的大能这时候 领到他们的身上 把天上的梦想这时候 降在这般的孩子们的身上 我要宣告这般的孩子 领受从天上来的使命 他们开始祷告说 神啊 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校园 愿耶稣掌权在我的校园 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为这般孩子们来祷告 为他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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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把这个负担深深地放在 这般孩子们的身上 这个梦想 这个校园也被转变过来 奉主耶稣的名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行在他们的校园的里面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奉耶稣被祝联 那孩子们 主要你呼召他们进到校园的里面 开始改变 开始看到神的国降临 上帝的公义 和平 圣灵的喜乐 充满着在校园的里面 祝福他们 哈利路亚 孩子们 举行闻手说 赐给我 大声地说 祝你的梦想 带下 带上你 过渡在天上 主要这是我们的祷告 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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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建立的 如荫 如荫 在此 参赐说 赐给我 赐给我 哈利路亚 祝你的梦想 梦想 带下你 过渡在天上 赐给我 奔跑不绝的力量 如影战区 上河楼下 多少人今天你听到特别在职场的 你是神 我今天要领受从天上来的使命 我的工作不再只是为了赚钱 升职 我的工作不只是扩展我的工厂 我的实业我要到什么地位 今天愿你的国降临在我做工的地方 可能你不是老板 你是员工 你是神啊 从今天开始 让我知道我要为公司祝福 为我的老板祝福 如果你愿意的在职场做工的 无论你是各行各业 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 我要为你祷告 你很认真的把你的手举起来 弟兄姐妹好不好你开始为你自己来祷告 开口在里面祷告 学生们这时候好不好你围着那边 你看到许多伯父他们举起手 你为他们祷告 说神啊他们要成为对你所差遣的宣教士 在职场里面我看见你的手 我看见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开始为自己祷告 开始为自己来祷告 让上帝的国要降临在你的职场 奉主耶稣的名 你开始在职场里面感染属灵的影响力 许许多多有问题的人开始来到你的面前 他们要开始问你的耶稣是谁 你可以为我祷告吗 我遇到这些问题 弟兄姐妹们奉主耶稣的名 神的国不是在乎赐贺 乃在乎神的公义 和平圣灵的喜乐 降在你的职场 降在你的职场 你要开始看见文化被改变过来 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 上帝的国的影响力要领到你身上 神要使你成为这个公司里面的祝福 开口里面祷告 开口里面的祷告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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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国要降临在祂当中 赐给我 赞好无缘力量 主 我们向祢呼吁 赐给我 赐予祢的梦想 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赐予祢 我渡在天上 赐给我 赐予祢的梦想 赐予祢的梦想 再来一次宣告 再宣告 赐给我 赐予祢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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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释迦跟随祢 主啊我们祷告祢的荣耀 证显在我们的生命 我的心啊不要忘记 耶稣我们爱祢 喜乐的跟随祢 我生命 再次对主说 是释迦跟随祢 愿祢的荣耀 证显在我们的生命 我的心不要忘记 祢如何为我生命 耶稣我爱祢 喜乐的跟随祢 愿祢过降临 耶稣作王 耶稣掌权 我们祂为祢 开口开口来敬拜祂 欢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耶稣基督降临在我们心里面 说耶稣啊祢掌权 耶稣啊祢作王 耶稣啊我们呼救 我们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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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救祢 耶稣愿祢过降临 耶稣掌权 耶稣作王 我们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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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呼求耶稣 专注在耶稣 正在耶稣 耶稣 主耶稣 我们呼求你 我主我们尊重你 阿弥陵佑 主 尊重可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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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尊荣可为 祂在全地之上满游 只为能力我主尊荣可为 我主尊荣可为 祂在全地之上满游 只为能力我主 尊荣可为 我主尊荣可为 祂在全地之上满游 只为能力我主尊荣可为 举起我们的手来向他来祷告 今天晚上的时候 你看见耶稣占权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福我们的瓦罗 我们尊荣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的尊你的名 愿人的尊你的名 愿人的尊你的名为神 求祢在今天晚上 恢复我们与祢的关系 只有一种人渴望看到神的国降临 就是上帝的儿女 只有上帝的儿女 渴望天父的旨意成全 主啊 主啊我祷告 愿祢的国降临 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祢的国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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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昨晚 全力敬畏祢 我们教训祢 阿乐 祢国奖礼 祢国奖礼 愿祢我降临 我降临 愿祢我降临 所有荣耀占军 我都会愿祢 所有荣耀占军 愿祢我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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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祢置疑心在地上 如都心在天上 心在地上 愿祢置疑愿祢置疑 心在我们中间 心在我们中间 耶稣 生日代 Head of the King 阿质 阿贿 阿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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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败 阿贱 阿贓 阿贤 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前面到后面 你开始为你自己来祷告 今天我要相信神的国 要领导你们的身体身中 开口在这边祷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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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拜你 哈喽 天父我们给你一切的荣耀 我们给你一切的诈美 做愿你的话改变我们的心 从今年开始 做愿我们的心里面就是神的国 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神啊 你的国要降临 做愿这个的心回到我们的里面 从今年开始 做愿你转化我们人个人 我要奉耶稣的名 祝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领受你的使命 领受神的使命在那里面 做我们要宣告 在这四十天的里面 我们要看到 许许多的灵魂 归向耶稣基督 许许多多的进到里面 坐满了个位置 主啊今天让我们不单听见人的话 我们要听见 神你的使命在我们当中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平安的来也平安的回去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 阿们 派奖奖荣耀归给耶稣 哈利利亚 阿们 三地祝福你们 如果需要祷告的话 你们可以来到前面来 三地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